中央社记者侯姿营台北五日电媒体报道称总统府与行政院捞击法修法立场不一致 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今天澄清报道并非事实 这次修法府院充分沟通密切合作也积极与党团及社会沟通协调 上报昨天深夜以赖神主导修法营反弹 副方出手挽救年轻选票大登盘为标题报道引述党政高层指出 原本总统蔡英文以为行政院会以民主进步党立委和先程所提出的版本为修法 依据没想到行政院长赖清德亲自拍板加码提出松绑七修一和缩短轮修建格二条文 而这两条加码修改条文正式引发有自家律委不支持 且劳团和年轻学子们反弹最大的对缘由 对此徐国勇透过新闻稿澄清报道自行揣测运用不实事实 意图分化府院关系令人遗憾 他强调这次修法府院充分沟通密切合作 积极与党团及社会各界沟通协调 新政院提出修法草案期间 府院与国会党团都持续沟通与意见交换 媒体所谓府院立场不一的报道并非事实 徐国勇表示这次劳机法修正案 是为确保劳工权益及福祉 给予劳工及产业在转型发展中需要的弹性 这是蔡总统在赖院长上任时交付的七大任务之一 也是多数民意所支持的方向 1061205